不喝?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個字 SunGuts 你身邊有沒有過這樣的朋友 他可以把手指折成你沒有想像過的詭異角度 而且還可以輕易的把自己的身體前彎對折 但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而你卻從小就全身僵硬的跟石頭一樣呢? 因此這次的影片就要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的關節會如此柔軟 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以及身體真的是越柔軟越好嗎? 這次的影片可能會顛覆你對柔軟度的既定觀念 其實身體的柔軟度是一種整體的感覺 如果我們要細部去討論的話呢 就要以單個關節的活動度來講解 以肩膀來說的話呢 我們把手往上抬起來 正常來說可以到肩膀貼耳朵的位置 這樣的話我們會說他的肩膀曲曲角度為180度 而要是這個人的肩膀受傷抬不太起來 大概只能抬高到一半的程度 但這個角度就會大概是120度左右 那所謂的關節活動度過大的人呢 他可以輕鬆超越一般人的極限 直接抬高到210度 甚至你會懷疑他已經關節脫臼了 但他還是表情一派輕鬆的做到這一切事情 這樣講起來好像不那麼直觀 那我舉一個大家肯定看過的例子 在許多真能秀節目裡面就有非常多這樣子 透過自己先天異常活動度作為主打的表演者 像是影片上的這位表演者 他絕對是關節活動度過大的人 以剛剛的肩膀角度來說呢 他大概就是可以抬高到270度左右了 幾乎就是可以處於隨時都半脫臼的狀態 因此他可以隨意的亂扭亂拉亂轉 也不覺得自己受傷了 但是呢關節的活動度越大 也代表著關節的穩定度越差 那麼你關節周圍的肌肉 都要費更多的力氣來保護關節 而這些活動度過大的人呢 也會比起一般人更容易在不注意的時候 去拉傷或是扭傷自己的身體 像是在前幾年就有新聞報道過 日本歌后雨多田光 就曾經被診斷出關節過動症候群 他自己的描述是呢 從小身體就比人家還要柔軟 但也非常容易有痠痛的問題 而他自己一直以來都不太知道 為何那麼容易受傷 直到長大後他被診斷出這個問題 他才恍然大悟 那會造成他比起一般人 還要更容易痠痛的原因 就是因為肌肉得要花費更多的力氣 去保護關節所造成的現象 那這種活動度過大的感覺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 至於幼稚園的時候 不管是做劈腿啊 肩滾翻、側滾翻都是非常容易的 這就是因為小時候的骨骼韌帶 都沒有發育完全 因此那個時候的身體很軟 什麼樣的奇怪動作都做得出來 但是身體也相對來說比較脆弱 而是什麼造就了一個人 在成年後會產生關節活動度過大的問題呢? 首先先幫大家定義一下 什麼是關節 它就是骨頭與骨頭的連接處 它們並不是像卡榫一樣整個卡死的構造 為了要讓關節穩定 但還是可以動 因此兩個骨頭之間的穩定 主要是由像是繩子一樣的 許多條韌帶來維持的 這樣的構造可以讓關節有一定的活動空間 但又不至於跑離太遠 所以關節的活動度 就跟韌帶的彈性非常有關了 而關節活動度過大的人呢 就是韌帶比起一般人還要鬆弛 平常人只要把身體折到極限 就會感受到韌帶與肌肉的撕裂感了 但他們甚至可以把自己的關節弄到脫臼 再接回來 都不會感覺到任何來自於身體的警訊 那為何這些人的關節活動度會過大呢 如果只是單個關節活動度過大的話呢 那常常都是因為那個關節的韌帶有受損了 甚至斷裂了 像是有些人的肩膀容易脫臼 通常都是因為他們肩膀有過嚴重的損傷 或是反復的韌帶斷裂 導致韌帶失去保護力 關節沒辦法被固定在對的位置上 但如果要說是全身的那種 關節活動度都過大的話呢 這方面的差異 在男女上就有明顯的分別了 女性的關節活動度通常都是比男性還要更好的 身體也明顯的更加柔軟 這是因為女性荷爾蒙裡面有著鬆弛韌帶的功能 尤其在懷孕時會更加的明顯 但要到前段影片表演者那樣子 病態的活動度過大的話呢 那最主要是基因在影響的了 在我們的身體構造中 不論是骨骼 肌肉 肌腱韌帶 在他們的組成中都需要大量的膠原蛋白 而膠原蛋白有分成非常多種類型 其中第一型膠原蛋白的構造比較堅韌 而第三型膠原蛋白則是比較具有延展性的 那一般人生理中的膠原蛋白 有90%都是第一型膠原蛋白 也就是比較堅韌的那種類型 但活動度過大的人呢 他們有著精英的異常 導致第三型膠原蛋白過多 取代了第一型膠原蛋白的含量 這就會使得他們的身體沒有那麼堅韌 反而有著第三型膠原蛋白的特性 全身都具備著非常特殊的延展性 而這樣子第一型 與第三型膠原蛋白的組合異常呢 並不是定量的 有些人可能差了一點點 讓他的身體活動度變得很好 在體育競技上有著明顯的優勢 但有些人可能差了很多 就會被定義成另外一種罕見疾病 叫做Alice Download Syndrome 也就是俗稱的鬆皮症 這些人最明顯的特徵 除了關節活動度過大之外呢 還有著可以被瘋狂拉長的皮膚 你可能會想說皮膚可以被拉長而已 不能算是個疾病吧 但你要想的是 這些人全身都有第三型膠原蛋白過多的問題 因此除了骨骼皮膚之外呢 他們的消化系統與心臟都會跟著受影響 像是在巴西爾威創作者 他罹患了這項罕見疾病 因此他在IG上記錄著 自己與這項疾病共存的生活 他說自己從小試吃就可以被扯到很誇張的幅度 但也因此很容易扭傷或是關節脫臼 而且除了骨骼肌餓的問題之外呢 他從小就很難進食 吃一吃就會嘔吐或是嚴重的消化不良 因此一直以來呢 吃東西就是他最大的困擾 他最近兩年已經完全沒有吃過東西了 一吃就會不舒服 所以他都只能靠著靜脈注射來補充營 那該怎麼知道我們的關節是不是過動了呢 有一個簡單的小測驗大家可以自己測看看 這個測驗我們在臨床上稱為 是用來評估人體柔軟度的指數 總共會測量身體五個部位的活動度 總分為9分 那大家可以跟著測驗的描述來自己測看看 第一個要測的就是我們的小指頭 你可以像是這樣子把小指頭往手臂的方向折 如果你可以折超過90度的話呢 那就計算為1分 兩隻手都有的話就是2分 第二個是折我們的大拇指 跟小拇指一樣 把大拇指往手臂的方向折 如果你可以讓大拇指碰到前臂 那就算1分 兩隻手都可以的話就是2分 第三個要測的是我們的手肘 我們的手肘正常來說 只能伸直到跟地面平行 也就是0度 但如果你可以伸展到 讓手肘超越水平 變成一個到V型的話 那就算1分 也是一樣兩隻手的話就2分 第四個跟手肘很像 只是換成我們的膝蓋 一般人的膝蓋 也是只能到打直的程度 而如果你可以讓膝蓋伸直到往後凹的程度呢 那就可以得到1分 雙腳都有就是2分 最後要測揚的是髋關節 就是在站著的時候 膝蓋伸直的狀態下 身體往前彎 看你的雙手手掌能不能完全平貼地板 如果可以的話就得1分 而如果你測驗完發現分數大於4分 就代表說你的身體可能有關節過動的狀況了 但就算有這樣的狀況 但如果你沒有伴隨痠痛問題的話 那就沒有關係了 這只是代表你的關節活動度比別人好而已 甚至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優勢 但如果你真的因為關節過動而時常痠痛 或是特別容易扭傷 身體也非常容易疲累的話呢 其實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如果不是太過嚴重的話呢 就會有點像是雨多甜光那樣 雖然有點症狀 但都還可以透過健身和運動得到改善 因為就算韌帶沒辦法提供關節穩定度 你也可以在後天透過肌肉的強化 來彌補這樣的不足 那如果懷疑自己有嚴重到 幾乎就是鬆皮症的程度了 那就可以到醫院做進一步的基因檢查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相關的問題 那其實這一支影片呢 是想幫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就是身體並不是越柔軟越好 有許多老年人都以為 柔軟度就是一種健康的表現 這是許多過去媒體所給出的誤導 讓大家以為自己只要可以下腰 就代表身體很健康 夠資格獲得一張健康認證了 像我以前就曾經被邀請上過一個節目 當時的企劃要求我說出 身體前往可以碰到地板 就代表你的古年齡是20歲 可以碰到腳踝就代表你的古年齡是30歲等等等 這種毫無意見根據的內容 讓我最後直接網劇上這檔節目 而就是過去這種一輩就求柔軟度的風氣 導致許多人過度拉筋 甚至拉到肌肉都拉傷了 還是在瘋狂拉筋 那雖然說有些腰痛的人的確會因為疼痛 身體幾乎沒辦法前彎 但這並不代表說可以摸到地板的人 腰就一定很健康 因為其實在我的患者中 可以守摸到地板的腰痛患者 甚至是有腰痛的瑜伽老師其實也很多 因此柔軟度跟健康度 並不是完全成正比的 同樣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 有幫大家打破一些成就的觀念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啦 你自己在做完測試後 也算是關節過動的人嗎? 你有因此而產生一些困擾嗎? 在下面的留言分享看看吧 那最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